剛才我們說了那些綠電股 就是今年有炒完的感覺 另一個就是車股 車股 去年大家都買得都很開心的 都不少朋友有錢賺的 但是今年回來就一般 黃小姐就想問這個175吉利 那他23元有貨的 他說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呢? 我想我在不同的平台上都說的 吉利真的我想要把之前炒得很瘋 那個想法要先抹去 因為以往我們炒電動車 就是選擇不多的時候 我們主力都是比亞迪 然後就是吉利長氣 但是你看到吉利長氣這一轉 就全部是殺了下來 吉利已經到了右下角的末端進發 證明錢是在走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想條街的選擇多了 就是你看到小鵬、理想 這些正宗的電動車股出來的時候 正宗的電動車 你吉利這些都還在收購媽媽那些 極黑 極黑那些 變成了比例不算高 變成了錢是不是都會唾棄了呢? 這個就是個問題 現在觀眾是22元買的 23元 那你現在止蝕又真的遲了一點 因為已經穿了位 我想你看有沒有機會反彈 我想第一站反彈 看著條十天線 大概20.2元的水平 當然希望可以去到21元的 就是之前有個叫小小的雙底 就是彈到那些位 如果走到的就走 因為如果這一回頭的話 就可能會很快 所以大家看著那個水平 嗯